大家好,我是蓝蓝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刚睡醒午觉 我们家俩闺女烫头去了 老大烫,老二陪着 我说我也去,老大说我先烫吧 等我烫完了看看,如果要烫得好呢,您再烫 他们好像也是有卷儿,两百 哎,两百九十八 我去那地儿叫什么,名氏啊,叫什么呀 才九十八块钱 我刚才给那边打电话了 原价是八百八十八 我看闺女他们烫头那地儿 我刚才视频都没什么人 现在都生意不景气,全都唠价 那我这个地儿比他那儿便宜二百块钱呢 就在我们东城那边 那我哪天回平房,我上那边烫去 也没几站地 省二百,哎,烫头就那么回事 都一样 我现在去周背去 我那个按摩卡在这边办的 跟人约好了,现在我过去 用俩礼拜没揉了 哎呀,有这行车特别方便 扫量行车 三点一刻,四点一刻 本来想做个背,结果改足了 我拿那个按摩的仪,按摩后背的时候破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人说那个不能揉背了 因为怕反染 托一小口,他说抹药会 还挺负责任的 我从那个足疗店出来了 做完足疗,天都快黑了 特别舒服 我特别认可这个 因为他有点中医啊 里面的一些经络条理啊,什么的 尤其我以前学过足疗 可是我今天那足疗还没几次了 他们老说,你再续卡吧,续卡吧 我也有半个多月没来了 今天也来,还特别巧 2023年不马上过去了吗 等于是2023加一块钱 2024 50次 再加50次 也就是100次 和一次才20块钱 我说这个挺合适的 以前他们一跟我说啊 每次做完都说啊 这有活动啊 这个那个的 我说啊,行行行 等做完再说吧 这次我就没犹豫 因为太便宜了 而且对他们家吧 也比较了解 担心的就是 哎,别干两天跑了 可是我一想 他们家分店60家 而且,是吧 人家,是吧 你这两千多块钱算什么呀 我就,当时就交钱了 我那足疗还可能还有四五次吧 也该办了 我估计我老公看完那视频 又该说我傻了 是吧 该花钱的地儿就得花 你们说我花点钱值不值 他一个店就十个名额 可能就还有两三个名额了 他说 背儿痛快 然后本来想下午去烫头的 要是烫头呢 我就做不了足疗了 结果我就 归室神差的就跑这来了 闺女不带我玩 非得他们俩去 这刚才跟我视频呢 妈,别提了 那个 我估计啊 肯定是 说298 然后用个药水吧 再给你加钱 所以他们好像也不太愉快 说您回来吧 回来再跟您说 我一想 我还在网上买了那一家 什么明氏他们家也是 说888 然后97 我一直没时间去 会不会他也是 给你用个药水啊 给你什么呀 他再给你涨钱呀 我先听听 反正这里边 你可能也有套路吧 想整个头发 快过年了是吧 下不了狠心 其实花钱吧 到我就觉得这钱是这样 你该多少钱 你就多少钱 实实在在的 对吧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别撒谎 是不是 我就特烦那个 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说了 演的跟真的似的 就特讨厌 反正我在这个 足疗店吧 这些师傅 都分别揉过 感觉都挺实在的 挺好的 以前去年 我有三个卡 我都没有跟其他的两家 去 就是因为有让我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服务啊 我只 但这家我感觉 从前台呀 到经理呀 到揉脚的呀 到揉背的 就都挺满意的 挺好的 所以我决定 再给他们去 你们说我花点钱值不值 一次才20 100块钱 该出手时就出手 好了 我回家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 拜拜 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 明天圣诞节啦 请点赞关注哦